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铐宽 今天是12月10号 是联合国的世界人权日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做一个直播交流 世界人权日是联合国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节日 是因为69年前 联合国通过了一个世界人权宣言 可以说是为整个人类 奠定了一些人权的标准 就是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普世价值 里面的很多的人权的价值 就是从这个文件来的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份 关于人权方面的宣言 就是重新定义了一个人 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的价值 从现在来评估的这个文件 可以说深刻的改变了全人类 除去中国之外 现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都把这份人权宣言 就是供奉在自己最重要的殿堂上 中国呢 习近平上台以来 对于普世价值 已经秘密的下了命令 要求在高校里面不许谈这个东西 所谓著名的欺负奖 就包括不许讲普世价值 那普世价值它的真实的内容 它的具体的内容 就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一共有30条 世界人权30条 世界人权宣言 这个文件呢是1948年在 好像是在巴黎吧 开会通过的 那么后来呢 咱们这个中华民国啊 70年代呢 被这个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夺了这个大位 联合国的席位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国人 在那占领这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是个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啊 在联合国这个架构里面 那个 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呢 就是它是 可以说是产生于 二次世界大战的 这个 这个战火 它是血与火 凝炼出来的人类智慧 注意啊 是二次世界大战 血与火 凝炼出来的 一份人类的智慧 它是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那么现在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 正在抵制 采取一切 卑鄙无耻的措施 在抵制 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 所以这个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啊 因为习近平 他这个习包子吧 他不知道这个背景啊 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呢 是1946年就开始讨论 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我们的国家 中华民国 搭了美国的顺风车 我们也是五大常任理事国 我们是五大战胜国 那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这个历史 这个规矩 包括人权的定义 是由战胜国来定义的 那么当然了 苏联也是战胜国之一 苏联在这个 人权宣言 就是世界人权宣言的七套过程中呢 基本上是没有做贡献 但是他没有抵制 他没有抵制 所以说 这个两年的这个起草 和这个投票的过程啊 苏联呢 都是消极的配合 没有抵制 没有投反对票 注意啊 苏联的这个角色非常有意思 这样大家记住 这些细节啊 再去回头去理解 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尤其是这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 苏联 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共产党国家 成为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的 就是这个苏联 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和在巴黎的这个 世界人权宣言这个投票过程中 苏联带领他的小兄弟啊 投的是一个 弃权票 没有反对 所以让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啊 终于在联合国通过 这是人类历史上 可喜可贺的事情 非常重要 我们中华民国当时 1948年的时候 是积极推动 世界人权宣言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投票的工作 所以我们如果是 任我们中华民国做祖国的话 我们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这个面前啊 我们应该抬起我们的头 我们可以骄傲的说 我们的爷爷辈 我们的爷爷辈 在这个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 推动通过的过程中 是起了进步作用 是起了推动的作用 啊 世界人权宣言这份文件 啊 还啊 这个是联合国的网站啊 都是 中共 包括中共在内啊 都不许封杀他 啊 不许封杀他 啊 世界各种语言 都有他的翻译版本 啊 这个你要是有机会到纽约 到这个联合国大厦去访问的话呢 你们应该能看到 在某一个墙面上 还刻着世界人权宣言 所以说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是人类历史上 极其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个标准啊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 普世价值 我不是老讲这个 三千个县委书记 要做中国政权崩溃啊 这个地方政权的这个接盘侠嘛 啊 我们信奉的理念 就是两条 一个 我们接住这个中国这个烂摊子 之后 我们的脑子里边 不能够去私吞这个胜利果实啊 将来我们接到手上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地方政权 不属于我们 不属于我们这个最大的反对党 属于谁啊 属于人民 那么属于人 什么样的人民啊 属于那些认同 宪政民主的人民 就是我们把政权接下来之后 我们要借我们最大的努力 去动员人民 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 实现宪政民主 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 那么在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 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美国在实现这个联邦啊 共和啊 这个我说也是吵得一塌糊涂 那个美国的这些国父 都是有高智慧的人 有人甚至说他们是来自外星人 他不是他不是地球人 那都是很牛的人啊 即使那样的伟人 那他们在讨论美国的这个 立宪的过程中啊 也是充满了曲折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人都是有私欲的 人尤其是这个胜于果实 我们讲这个 有这个中原诸鹿 最后这个鹿 鹿死你手 你抓住这只鹿的时候 你不太愿意 你不太可能舍得 把这鹿鹿隔条腿送给 送给你的敌人 人性如此 但是即使是这样 既然美国的先贤 美国的国父 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我们中国人将来 在推翻共产党之后 我们一定 就是我们这个最大的反对党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胸怀 就是我们夺到手上 这只鹿 不属于我们 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那么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接生棚 所谓接生棚 就是中国宪政民主政府的 一个接生棚 我们尽最大努力 让中国尽快开立宪会议 然后平稳的 把这个宪政民主的架构 给它建立起来 所以说我们 我们这个 中国最大反对党 我们组起来的这个党 第一 我们要认同宪政民主 这是第一 第二 在这个讨论宪政民主的 这个立宪过程中 在这个政治斗争中 如果有纠纷怎么办 有纠纷我们找谁说理啊 找美国人说理啊 他没时间搭理你 现在川普就说 如果川普这样做总统的话 如果这三年之内 共产党垮了台 川普还坐着呀 对吧 那么你找川普来调停 他没时间调停 他要求美国管好自己的事 你中国的事你自己解决 所以说美国不太可能 给我们派出一个调解代表团 所以不太可能 不像1947年48年的时候 美国那个时候啊 做个老好人 从美国派了个代表团去调停 国共合作 现在回头一看 这是多大的悲剧 多么愚蠢的事 如果美国不介入 二战胜利之后的 这个国共内战的话 老蒋是有能力 消灭共匪的 老蒋是有这个能力的 由于美国人调停 他等于是给中华民族 出于好心 办了一件坏事 结果由于美国人的失误 在这个二战之后 国共内战期间 美国人的失误 导致我们现在 落入共产党的手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剧 现在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落入这个苏联体制之后啊 我们就倒了大霉了 我们就倒了大霉了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 就是这个共产党垮台之后 国家怎么样不进入动乱 大楼怎么不烧掉 那么我们三千个县委书记 要接管共产党的 这个瘫痪了的地方政权 现一级的公安局 我们要接管下来 加油站我们家路上 高速公路要接管下来 广播站 电视台我们要接管下来 如果周围有驻军 我们的人 要去派人把军队给他瓦解了 不要让你 你的那个县周围住的那个驻军 那些共军 对我们的民主革命力量 造成任何伤害 你们要尽一切努力 把驻军给我瓦解掉 平时可以去谈恋爱 跟他们谈亲戚 跟他们去交朋友 有什么活动 请他们的军官来参加 笼络军民欲水情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到了关键的时候 我们的人能控制这个军队 把他的这个指挥权 给他瓦解掉 谁做到这一点 哪个县委书记做到了 将来 我会在党里面推你出去 去你去选省长也好 选国家的总统也好 因为你做了贡献 这些事 这些事 必须提前要做 所以说如果将来共产党垮了之后 那么我们 在讨论立宪的过程中 你想中国有三千多个县 有这么多省 那到时候可能 省可能都不够用 现在是三十多个省吧 将来像山东太大 得分成 齐和武还得分开 江苏也太大了 江苏也得 北边是江 南边是苏周围周围的 北方是江淮一带 都得分开 因为这些省都太大 人口太大 河南也得分开 四川 四川已经分开了 这几个大省都得要分开 所以将来 这个人口众多 各种利益 这些讨论的过程中 发生了纠纷怎么办 这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谁也不服 山东不服江苏 江苏不服安慰 安慰不服江西 就是怎么办 普世价值 世界人权宣言 这就是今天 这就是今天 我们要讲的东西 世界人权宣言里边 总结了很多很多 人和人打交道的经验教训 可以说是四十年代 那个年代的最聪明的人 坐下来 凝聚集体的智慧 得到了这份文件 就是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那么这个文件呢 讲一个花絮 咱们中国呀 派了一个代表 这个他这个姓张 应该我现在查了一下 他的名字叫张鹏春 他的英文名字 应该叫Charles Chang 张鹏春 这个人大家搜一下张鹏春 他的哥哥非常有名 我一说大家都知道 他的哥哥叫张柏林 亲哥哥啊 张柏林是南开大学的校长 应该是南开中学的创始人吧 这个张柏林啊 如果大家熟读鲁迅全集的话 知道鲁迅写过文章 讽刺过张柏林 那张柏林可能是 你想二十年代就有名了 大教育家嘛 那么张柏林 大概是在学生运动过程中 对于学生运动是消极打击 这么一个态度 鲁迅这个家伙是很激进的 所以鲁迅觉得张柏林是个落后分子 鲁迅有文章 批过张柏林 所以熟读鲁迅全集的朋友 应该知道张柏林这个名字 他的亲弟弟张鹏春 作为中华民国的代表 参加了联合国 二战之后联合国的这个 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 所以他把咱们中国孔子 传来那个智慧 所以 这个极所不欲 不是不是 这个什么 怎么说呢 就是 极所不欲 勿施于人啊 他把这个儒家的精神啊 把它切碎了 分成几个要点 把它揉搬在这个世界人权宣言里的 所以全世界凡是认同 世界人权宣言的地方 都已经从咱们儒家智慧当中 受惠了 这是 这是这个张鹏春先生啊 对全人类的贡献 这个人呢 是留学 我记得是留学 哥伦比亚大学是一个博士 政治学博士 水平很高了 当然是中华民国的人才 他后来的命运 这个人应该是后来 跟着中华民国去了台湾 他要在大陆的话 就被共产党给斗死了 批死了 所以这个咱们中国人啊 要记住这个人 张鹏春 对于起草世界级的人权文件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个是 不仅仅是华人的骄傲 他是黄皮肤人的骄傲 因为过去啊 在西方人眼里 在白人眼里 觉得你们黄皮肤人不行 尤其是日本呢 战败嘛 因为二战 最大的一个任务 是解决了德国 和这个日本嘛 西方是德国 那么东方就是日本 日本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 1905年吧 在咱们中国东北 跟这个俄罗斯打了一仗 打出了黄皮肤人的骄傲 虽然受苦的 受糟蹋的 受战火摧残的 是咱们大清 大清这块土地 日本就打出了黄皮肤人的骄傲 现在共产党 习包子 搞得这个解放军啊 所谓大国崛起啊 就是想 想 重蹈 日本 黄皮肤人的骄傲 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吧 这个人家 一百多年前啊 一百多年前 日本人 作为黄种人的代表 把这个俄罗斯人 这白皮肤的 俄罗斯人白人嘛 把他给打败了啊 在咱们中国东北 在清朝的土地上 这个是征得清朝 同意的啊 打的这个战争 实际上是为清朝报了仇 因为1900年发生 这个义和团 愚民暴动啊 屠杀这个 传教士啊 导致了八国联军啊 侵占北京 占领了北京之后啊 这个 这个事情呢 结束了之后呢 俄罗斯 占着中国东北 就是他们满族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族 这个龙兴之地啊 他们就不走了 赖那不走了 清朝也也也也 没有本事自己赶走嘛 日本人说是这样 我我出人啊 我出弹药 我给你 我给你 把俄罗斯人赶走行不行啊 大气说那太好了 你给我报仇那太好了嘛 所以说这个就打了这一仗 这是1905年打一仗 日本死了十万人啊 日本死了十万人 那么清廷在结束战争之后啊 清朝跟日本有协议啊 就是给他 作为战利品也好 给他就是把这个铁路管理权 和铁路周围的这个土地森林 矿产都给了日本 这个是完全是协议 后来中华民国的这些军阀啊 就把这个铁路啊 当时啊 铁路啊 这个土地啊 这个权啊 撕毁了协议 撕毁了协议 把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关系 搞得非常僵 这个是苏联挑拨的结果 讲一个花絮啊 大家知道吴佩福吧 吴佩佩也是我老乡啊 三东人 吴佩佩 吴佩佩是个人才 大家知道吴佩佩是怎么出的名吗 三东啊 吴佩佩太牛逼了 吴佩佩是咱们中国人当中 第一个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的 第一个 我本来以为今年的这个时代周刊封面 应该上郭文贵先生啊 后来他自己烂掉了 所以人家时代周刊不用他 结果时代周刊 谁上了今年的封面 年度封面人物 大家知道吗 是一些反性侵的美国 一些妇女上的那个封面 中国人 第一个上这个时代周刊 年度风云人物封面的 是吴佩佩 三东人 男的老乡 他为什么上了这个封面 知道吗 那就是他在中国牛逼吧 当时啊 有一个白人妇女 你迷得不得了 花痴了都 天天给他写信 天天给他写信 要求嫁给他 这个应该是德国驻中国公使的女儿 很漂亮 而且有地位 有教养 就是迷伤吴佩佩了 我就给你做妾都行 我想我给你做情人 我就是想 我就是想爱上你了 吴佩佩呢 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四个字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我卖个关子啊 我往前说 吴佩佩是 怎么出的名 他后来啊 出名啊 是因为他年轻人 他年轻的时候啊 特别勇敢 不是一般的勇敢 怎么勇敢法呢 就是在1905年那场日俄战争期间 日俄战争 在东北大的那场战争期间 吴佩佩 吴佩佩 作为清朝 情报 情报人才 配合日军作战 这个我不知道 大家熟悉这段历史的 可能大家查一查 这吴佩佩啊 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他作为一个 清朝的一个军官 有情报才能 你说他很擅长搜集情报啊 他去配合日军 在中北 在东北 摸这个俄罗斯人的情报 做了巨大贡献 回来很快得到了提升 他也是个草根出身啊 你看说 那那个时候清朝的 这个军队已经非常腐败了 打甲骨战争就是吹牛逼 结果败给人家的那个 那个日本嘛 实际上到1905年的时候 军队也非常腐败 但是仍然有吴佩佩这样的草根 冒着生命危险 利用自己的智慧 到东北 参加日俄战争 帮着 因为那个时候清朝啊 说的立场很清楚 是中立 你日本跟俄罗斯在中北打 在我的土地上打 杀我人 烧我房子 我忍了 但是呢 我两边不沾边 实际上清 大家用脑袋想想 那清朝能中立吗 所以吴佩佩是作为一个 清朝的军官 清保官去东北 帮着日本打俄罗斯人 这一下就打出名了 他这个完成任务非常好 所以回来之后呢 就就就就一直是生 那么生到军阀混战时期 大家就知道了啊 所以吴佩佩是我们 闪动人的骄傲啊 也说明那个时候啊 清朝的军队 也还是给草根出身的人 有本事的人 升迁的机会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都没有清朝那个时候的 军官升迁的制度更开明 大家自己亲戚当中有当官 大家去核实一下 吴佩佩那样的 那样的英雄 穿升的机会 在今天的人民解放军里面 没有了 升个营帐都得 都得好几十万买 现在 当时也腐败 没有今天腐败 这有点车远了哈 这个 怎么从这个 怎么又扯到那去了 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啊 一定给我刷屏 因为你这屏幕闪得太快了 就是你要copy这种 给我连刷三次 我也许能看到 所以有问题的朋友 越尖锐的越好啊 今天的主题呢 是世界人权宣言 今天 12月10号 是 世界人权 人权日 联合国的人权日 全世界的国家 全人类 都要庆祝这一天 这是人类历史上 尤其是在人权这个 这个问题上 就是提升人的尊严 这方面 做的最大的一个贡献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华民国人 就是我们的爷爷辈 我们的爷爷辈 也派了代表 去参加了这个 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 我们 后来我们中 中华民国的这个地盘 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 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这个国家 就劫持了全体中国人 逼着中国人跟联合国作对 也就是跟世界人权宣言作对 也就是跟普世价值作对 这个事情的发生 是因为朝鲜战争 因为朝鲜战争发生了之后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志愿军的形式 打了一场不正义的战争 在朝鲜战场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 就是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当时美国是 侠联合国以令诸侯 中国呢 中国苏联 北朝鲜 他们是一伙 他们是另外一片 这帮家伙们就跟联合国作对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 为什么咱们中国人 人权灾难特别惨烈 就是因为全人类 关于人权的成果 在中国是遭到了排斥 老毛活着的这个整个 这个四十多年 将近四十年吧 三十多年 完全不知道朴实价值 我们中国人完全不知道 朴实价值是何物 这个事情一直到1989年 到1989年 这个老邓 镇压了学生 遭到了世界正义力量的 围追堵截封锁 那么江泽民 为了突破六四的封锁 才破例向联合国做出了退让 说我们承认联合国的人权公约 我们承认人权宣言 你能不能贸易信誉解除一下 美国呢 做出了让步 就是让中国获得了最会 这个PNTR 一开始MFN了 就是最会贸易国待遇 然后 让中国加入了WTO 这就是让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真正的腾飞 是因为美国放了中国一马 让中国进入了WTO WTO俱乐部 中国的贸易 才可以在世界上赚钱 是这么合适 当时中国做出的承诺 向联合国 向美国做出的承诺 是说我们让中国人民 也可以讨论普世价值 也可以这个 让中国人民 宣传 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从那之后 差不多有 一直你看江珠有几年 然后胡温有十年 一直是可以正面的 谈普世价值的 一直到现在联合国的 那个世界人权宣言的 那个网页还没有封掉 他不能封 封了的话呢 我们要到联合国去告他的状 所以他不能封 一直到五年前 包子 这个接管了这个大V之后啊 普世价值才开始成为 一个扁译词 就不许谈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在人权这个问题上 包子 是在开倒车 他不仅仅是对我们中国人宣战 他也是向联合国的 基本价值 在宣战 他更是欺骗了美国 他跟美国一会儿一个主意 一会儿说 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 但是一转身就 就这个欺负奖 欺负奖 其实那里边的价值 主要都是跟美国对抗 大家搜一搜欺负奖 我待会儿再把欺负奖贴出来 纪念一下这个 人权 人权日 让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我们的人权灾难 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 我们的道路 是多么的曲折 我们的真正的障碍 就是来自这个 所谓的千年圣军 就是习近平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啊 他对于人类的正面价值 对于主流文明 有天生的排斥 他都干的那个脑子啊 习近平那个猪脑子 还停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基本上还是个毛二世 所以这个是咱们中国人 特别灾难的一个事 就是碰上了一个习近平 这么一个250 不仅没有文化 而且特别顽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人权灾难特别多 为什么会发生709啊 抓了这么多律师 他不放啊 为什么现在在中 在北京 还有其他大城市 在驱赶这个 所谓的地端人口啊 就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完全没有 基本人权的概念 这个是 所以吃亏倒霉的是 我们中国人啊 所以这个 在世界人权日这一天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都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是拖了 世界人民的后腿啊 我们是人权最落后的 一个地方啊 这个 这个 最 这个根源呢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共产党的党魁 啊 这个习近平 啊 因为他们不懂人权 他们认为的人权啊 都是所谓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 美国的啊 当然了 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啊 起草的过程中 美国是做了最大的推动力 啊 那个当时啊 有一个没有官位的一个人 叫 Eleanor Losfeld 啊 罗斯福的夫人 罗斯福的遗孀 因为在1946年的时候啊 罗斯福已经去世了啊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遗孀啊 Eleanor 这个人是特别 特别优秀的一个人 他为于 为这个联合国的创立 啊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 他他没有任何官位 当时 他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过气的一个第一夫人 而且而且老公都已经死了嘛 所以这就是 呃 这个人啊 以后大家有机会到华盛顿来访问的时候呢 一定要让你的导游啊 带你去看一看 罗斯福的墓啊 和罗斯福和他的太太 他的妻子 这个Eleanor 啊 他的墓 啊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女人啊 这个女人改变了我们全世界 啊 所有国家的命运 我们现在看一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啊 其实里边有很多 呃 段落啊 啊 讲的还是非常好的 和共产党的那个意志相违背的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搜一搜 宪法第35条 啊 宪法第35条 就是我们中国啊 有啊 有这权力那权 就是各种人权吧 言论出版 结社自由 啊 游行思维都有 这个言论出版 这个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啊 呃 大家知道从哪来的吗 啊 这就是世界人权宣言 呃 第19条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35条啊 直接就是从这个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来的 啊 第19条来的 啊 我记得英国有一个人权组织 啊 叫这个 chapter 19 好像是这么个名字 欧洲有很多人权组织啊 他们专门推广 啊 这个世界人权宣言当中的一条 啊 英国 大家可以搜索啊 啊 因为一共有30个chapter嘛 就是 就是 有有有有有30章啊 所以就是30节了 啊 这个30回都可以 30段都可以 啊 这个chapter 19 就是专门捍卫 言论自由 啊 表达自由 啊 就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对应着咱们中国宪法的 第35条 大家也都知道啊 这个宪法第35条就是个摆设 完全没有宪法的威严 啊 没有宪法的效力在中国 啊 它是一个笑话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本来的意思 宪法第35条你给我去了 你在那给我碍事啊 让我丢人嘛 你这不是说明我中华 共产党 是一个二皮脸吗 不要脸吗 我今天啊 请允许我 啊 借这个机会啊 让我做一个呼吁 啊 凡是看到我这个视频的 朋友 你们今天帮我做一个事 你你找一个中文特别好的 就是语文特别好的 你我拜托你啊 你找到这样的人呢 你请他一定花点时间 把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就是联合国所公布的那个官方版的 汉字版的世界人权宣言 你找一个语文好的呢 给我重写一遍 现在这个版本啊 现在这个版本类似一个法律文书 就是非常严谨 但是不利于他不利于这个传播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早晨我在国内的微信群里 我发现一些朋友啊 把这个世界人权宣言朗读了 做成了语音版 在微信群里传 我听了一下 录音技术也好 这个语音也很好 但是他依据的那个版本 应该是联合国的那个中文版的那个标准版 那个版本啊 是一个书面语本 不是一个口语本 这个呢 和英文就不行 英文啊 我这么说吧 英文的那个版本啊 中学生都能读 都能读懂 可是咱们汉 他那个汉语的本啊 大学生都未必能读得懂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严重的限制了他的传播 你如果照着联合国的那个标准的汉语本 你读下来的话 你找一个大学教授可能能听懂 接到大妈就听不懂了 就严重限制了他的传播 这就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我没查呀 是那个汉语版本谁弄出来的 这是一个重大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 国家不花钱的 我们民间能不能做 有没有语文好的 语文学的好的 就表达能力特别好 像什么于婕啊 李大眼啊 韩韩啊 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笔头子 像这个 这个这个这些人写一重新写一个世界人权宣言出来 让中国的小学生小学五年毕业能听懂 就这么点就是一个简写本 但是你的意思要绝对忠实原来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非常伟大 只是说现在的这个汉语版本呢 表达的太拗口了 所以说 我请大家做这事 类似世界上重要的文件啊 汉语本都不行 圣经的 圣经的这个汉语本也不行 圣经不管是旧约啊 还是新约啊 都是不能够朗朗上口的 在英文当中有几十种几百种不同的版本 有给中学生读的 有给不是字的读的 有给这个各种版本啊 有有有这个 有好多学者在做这个事 这是因为人家有钱 咱们中国如果有哪一个富翁 富豪捐个几百万出来 然后悬赏花几十万 悬赏让全国人民 改就是重写世界人权宣言 就写出一个最简明的来 当然又得搞一个专家委员会啊 要核对他写出来的版本 首先是不是忠实于援助 一定要忠实于援助 才可以 所谓信打雅嘛 现在的问题呢 不够通达 就是雅不够 信是够了 不够通达 所以传不开 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这是个巨大的弊病 我李永宽今天在这呼吁 我们中国人当中的汉语人才 你们赶快站出来 把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写一个农朗上口 通俗的版本出来 然后再请朗诵专家 朗读 朗读完之后在微信上 在微博上 就可以传播了 这个极其重要 因为我们中国最大的反对党 要以这个东西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 就是我们 我们发生了纠纷了之后 将来我们的 自己人也好 我们跟共产党的残杂于你也发生了纠纷之后 我们的依据标准 不是共产党宣言 不是中华人民共国宪法 是世界人权宣言这个版本 我们依据这个东西来解决我们的纠纷 它成功地调解了 成功地调解了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矛盾 所以说这个是经得住考验的 一部光辉的一个文件 因为二战 大家想想 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呢 就是二战结束之后 大家就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纠纷这么大 以至于要打一场世界级的战争 才能解决我们纠纷呢 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像文明人一样 搞出一套标准来 坐下来依照这个标准 来文明地解决我们的纠纷 这就是世界人权宣言的来历 所以它是出自二次世界大战 人类的毁灭 人类的血与火的这个炼狱 这个是它的产生的背景 非常非常重要 将来我们共产党 我们把共产党干掉的时候 推翻了共产党之后 由于我们中国人都不守规矩 你看我们中国人开个会多难 讨论点问题 也就是系统压讲 我们整不出这么好的文件来 所以我们干脆就 我们也别指望中国人自己 搞点这种精神产品 我们做不出来 我们就意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来调解我们的纠纷 所以说各地的朋友 你们分别租党的时候 你一定要利用一切机会 把世界人权宣言 你给我背的滚瓜烂熟 你把那精神给我吃透了 有纠纷照着这个来 这就解决很多问题 你的文明程度一下就提高很多 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 它比任何其他的文件都重要 所以一定要记住 中国最大反对党 阻挡我们的纲领委 我们的信仰就是两条 一个我们是宪政民主的党 这是第一 宪政民主党组建的过程中 有很多纠纷 有纠纷怎么办 解决纠纷 我们参照世界人权宣言 我们先看看世界人权宣言 怎么解决的 下面呢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就举一下郭文贵先生 跟我之间的纠纷 他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 那中的哪几条 我先说第12条 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2条 是讲究要尊重 要尊重人的 privacy 尊重隐私 不能够攻击别人的荣誉和声望 郭文贵先生跟我 现在他就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当中的第二条 他跟我只是有一个李三条 和他的国旗条的这个理念之争 理念之争 可能我说他的不爱听了 立即就开始攻击我的隐私 所以郭文贵现在在美国 他在破坏世界人权宣言 虽然郭文贵物质生活 他是个富豪 他住的那个大楼 离着这个 他住的大楼在57届 联合国的总部在42届 57、42、15条街 虽然住的很近 物质生活很高 可是郭文贵的这个脑袋里 全是臭大粪 他对于人类的人权的精品 人权的精髓 他是违背的 他首先攻击我的隐私 仅仅是因为这个理念不同 一些意见不合 我提了一个很内外的提了一个不同的意见 马上就攻击我的隐私 攻击我的家人 攻击我的荣誉 造谣我有19个刑事案 郭文贵 大家知道了吧 郭文贵是跑到美国来破坏我的人权来了 就是因为我给他提不同意见 这样的人能带领中国走向喜马拉雅吗 别扯淡了 所以这个 大家搜一搜 世界人权宣言当中第12条是怎么讲的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将来 我们中国人不同的党派 不同的小组之间有了纠纷 比如说有些人耍无赖了 开始本来是意见不合 马上攻击下三路 攻击人家的隐私 造谣攻击人家的这个荣誉 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把世界人权宣言拿出来看看 12条怎么说呢 对吧 要尊重人家的荣誉 一个人能活到今天 我灵魂活到今天 我做了很多事 我获得了一点荣誉 我有一些面子 我不容许 郭文贵这样的屌人出来攻击我的荣誉 谁都不可以 你郭文贵有了荣誉 别人也不能随便攻击你 对不对啊 别人无端攻击你郭文贵的荣誉的时候 你也觉得脸上过不去 是不是啊 你为什么不想想你攻击别人的时候 你造谣别人的时候 你别人是怎么看你的 所以这个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 它的基本精神 就是要尊重人们的隐私 尊重别人的隐私 尊重别人的私生活 尊重别人的家庭 尊重别人的住宅 对于别人的荣誉 要爱护 你不能够去造谣攻击别人的荣誉 郭文贵在这方面完全不及格 完全背道而驰 郭文贵现在在破坏人权 所以郭文贵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向什么喜马拉雅 扯淡 不可能的事 我再讲一讲这个十条 第十条 第十条是讲究司法公正 第十条是司法公正 这个司法公正在中国现在绝对做不到 那么第十一条 郭文贵也违背了 第十一条 世界人权宣言当中的第十一条是讲究什么呢 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开始也在讲了 就说一个人假如说真的有点 假如说这个人有点犯罪 警察把他抓起来 那么报道他的时候呢 你不能说他是个罪犯 因为你只有这个法庭审判了之后 确认了之后他才是罪犯 那万一是那个抓错了呢 警察抓错的是很多呀 对不对 所以只能说叫犯罪嫌疑人 这是最多 是犯罪嫌疑人 这个英文叫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这个就是司法精神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之一 就是说任何人 在他没有被法庭判决有罪之前 你不能认为他有罪 你要假设他是无辜的 要给他一个辩护权利 让他去证明自己的无辜 这个是司法 这个非常重要 极其重要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误会 被误解 郭文贵在世界人权宣言当中的第十一条 我建议大家搜一搜 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一条 尤其对我 我是一个没有任何污点的 一个为中国民主运动 贡献二三十年的一个人 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个创办国大参考 而且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 一直是在做贡献 我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这个人权迫害 为他们呼吁 我的经历 我的一切的这个生命 都是为了解决每一个中国 也就是全中国的人权迫害问题 这都是我关注点 我要推广的是 全中国的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 我不是说给你解决什么老国家的问题 老里家的问题 你们的问题 我关心 但是中国的问题那么多 所有的问题追来追去 都追到社会根源上去 那么解决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 那就是一个民运人士的天生的使命 如果你不解决全中国人的这个制度问题的话 那你就网为一个 你糟蹋了民运人士这四个字 所以说这个郭文贵呢 对我进行了诽谤 他先假设李洪宽是一个强奸犯 先假设李洪宽这个19项刑事犯 然后他就开始利用他的这个社交自媒体 大量的散播这个谣言 然后他也知道他你亏 他也知道他是个王八蛋 然后呢 他又开始呢 花钱十万美元 买罪证 这就是先假设我是个罪人 这是共产党的做法 先假设我是个罪人 把我这个罪人的这个恶名 宣通过造谣的方式造出去 让那些无脑的脑残粉 去传播我的谣言 把我名声搞臭 然后再去花钱买罪证 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 违反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第十一条 所以郭文贵是一个破坏人权的人物 我一定会到这个这个美国的移民局 去亲自作证 我要我要向那个法官说明 郭文贵在美国 破坏人权 直接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 第十一条 做对对着干 在美国事实上 他已经犯罪了 我还要控告他 所以这个郭文贵是一个 完全没有民主意识的人 我相信这种做法 在中国慢慢的 也会 按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 第十一条做 当然了 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又有倒退 他们现在又开始 推广文革的那个 在央视先认错 你看这个周世宇 胡世根 甚至最近的这个李明哲 都是先让上央视认错 就是羞辱他们 毁灭他们的荣誉 就是说要把他们的政治上的信誉 彻底打掉 共产党这个做法 也是违背了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 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 这种做法 我们未来 我们未来 共产党垮台之后 我们的反对党 我们各地县委书记 在接管政权之后 我们要维持一个过渡政府 我们一定要照着 世界人权宣言的这个 这个精神来 来处理这些事情 坚决不能够像郭文贵那么处理 郭文贵那么处理的话 是对人权的极大的破坏和践查 所以是郭文贵做事风格和共产党 是一模一样的 我上一期曾经说过 郭文贵就是共产党 他就是共产党的特务 这是 所以说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 非常重要 我建议大家呢 把它多 看一看 多传播一下 直接打郭文贵的脸 揭穿郭文贵的真面目 所以他就是一个 违反 人类普世价值的人 这是我给今天对郭文贵的一个定性 今天啊 直播已经 已经45分钟了 还好啊 还好啊 我差不多啊 差不多要结束了 请大家提问题 请大家提问题 我再提一下 第25条 世界人权宣言的第25条也值得一讲 第25条是讲什么呢 第25条实际上是讲到了这个 所谓低端人口啊 北京不是驱赶低端人口吗 这个低端人口啊 实际上在美国啊 已经解决了 它不存在这个概念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当中 第25条是讲啊 其中有一点哈 私生子也在这一条里提到了 就说 非婚生子 这个 同夫一母也好 这个管他也好 就是非婚生子 过去我们叫私生子 非婚生子的社会地位 应该是平等的 这是世界人权宣言当中 写的清清楚楚 在第25条里面 这个呢 也是人类的一个巨大进步 就人类的精神境界 它是一个巨大进步 因为这个孩子 他不管怎么 以什么形式生出来 不管他爹妈是什么关系 他本身在这个世界上 是无辜的 他应该是平等的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啊 我们还有私生子这个概念 郭文贵 而且这次爆料当中 把私生子这个概念 又给普及了一下 可能又给一些愚民大众 洗了脑 他张口就来私生子 其实这个词啊 私生子啊 应该废止 不应该用私生子这个词了 应该叫 非婚生子 但是这个有点二口 这个中国的法律术语 也叫非婚生子 私生子呢顺口 但是私生子不是法律术语 私生子是讲的 像他讲的这个王岐山 他说冠军是王岐山的私生子 因为王岐山不敢认他 不敢认他 我要是王岐山的话呀 或者说我是王岐山的朋友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心态 老王已经60的快70岁的人了 如果他真的有这么一个私生子的话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勇气 给全国人民做一个表率 就按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 第25条 勇敢的站起来 就冠军就是我的儿子 他是我的非婚生子 就是我跟冠军他妈生他的时候 没有婚姻关系 就这么个就这么回事 勇敢的站出来 70多岁的人有一个儿子 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所有的朋友 邻居都应该去祝贺老王啊 你找到一个儿子嘛 你干嘛姓郭文贵这个王八蛋 什么私生子啊 私生子的概念早就不能用了 现在叫非婚生子 假如说刘成杰啊 是习近平先生的私生子的话呢 我觉得习近平也该站出来 承认这是自己的儿子 没有什么丢人的 因为在世界主流价值观里面 已经不叫私生子了 就叫非婚生子 这个概念呢 写在了这个世界人权宣言的 第25条 他那个原话是说 不管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 这个孩子应该是有相等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 这个就比如说涉及到遗产啊 比如说这个我有个私生子 我死了之后我遗产 我给他留一份 平等的给他一份 这个是这个现在是国际的主流价值 这个是在写在了这个世界人权宣言里面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我的听众都应该赶快把这个知识更新一下 不要用私生子这个概念 用非婚生子 其实这个就是说 光说这个第25条 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讲究这个社会保障 讲究这个穷人 是怎么样获取医疗 这个基本的衣食住行吧 要有一个基本的人的尊严 政府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的尊严 这个恰恰是咱们中国习近平这五年以来 倒退最严重的地方 一直到今天 要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 今年更缺德 黄河以北啊 已经不让烧煤了 取暖都不让取了 就是那几个垄断集团 要强行卖给你煤气 卖给你天然气 让你烧天然气 你不能烧煤 你不能烧这个卖茄 你不能烧这个庄稼杆 过去咱们世世代的咱们的祖宗啊 都是烧那个树枝子砍材嘛 烧这个卖茄杆 烧这个庄稼杆 这取暖也够了 但这就是有点烟嘛 其实这个烟恰恰是无害的 咱们烧这个庄稼杆 产生的那个烟啊 那个烟是无害的 那个大部分是碳 是活性碳 活性碳是个好东西 他和那个工业 冒出那个大烟通那个烟 那不是一个东西 那个是真正的污染 所以共产党是当官的 全是土包子 他不知道哪是科学 哪是伪科学 他把伪科学当成科学 最好一个例子就是 邓小平改革的初期 搞这个计划生育 强制性的计划生育 所谓一胎化 那个在经济学上是个 依据的是一种 伪科学的一个谬论 害了咱们中国人 现在中国人进入老龄社会了 慢慢的 年轻人这个人口构成 跟不上了 老年人是非常悲惨的 这个在共产党这 折腾多少年身体都垮掉了 多少人有糖尿病 三高 而且这个家庭里面 没有壮劳力了 这个就是计划生育 极端化的计划生育 一胎化造成的 当时提出计划生育的时候 依据的经济学的数据 是假的 这是伪科学害人啊 用伪科学来管理国家 这个国家的人民 他妈遭殃了 现在习近平又来了 他是为了所谓 治这个雾霾啊 他就整个华北 整个黄河一北 农民取暖不让烧财火 不让烧煤 这是王八蛋 这个是直接违背了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第25条 这个第25条啊 实际上啊 我刚才提到啊 世界人权宣言啊 这个推动工作 是罗斯福的遗孀 Eleanor Roosevelt 他的这个遗孀呢 在第25条当中 加了很多私货 让全世界的穷人受贿 咱中国现在没受贿啊 还没受伤 咱们以后要努力 要要执行这 这第25条 这第二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当中的第25条 就是 罗斯福总统 在1942年吧 41年还42年 我忘了 就是在 罗斯福提出了 四大自由之后 其中第 四大自由嘛 其中有一个自由 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 就是 他的 他的那个内容啊 就到了这个 世界人权宣言当中的 第25条 就是指这个社会 这个低端人口 穷人吧 他 政府呢 这个社会啊 要给他们提供 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让他有尊严 让他不 不至于去 去杀人嘛 去偷盗嘛 对不对 让他有国民的尊严 这就是 所以说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当中第25条 基本上就来自于 美国总统 罗斯福提出的 四大自由当中的 免于匮乏的自由 就是他把 免于匮乏的自由 又展开了 免于匮乏 哪些免于匮乏呀 就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第25条 这一条 在咱们现在 习近平治理的中国 遭到了粗暴的践踏 他们对于社会地端人口 完全不保障 所以这是缺德了 所以国内做普及的朋友啊 想办法把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 第25条 你给我拿出来 让他 用他来解释 中国 为什么穷人过不上好日子 为什么穷人没有基本的保障 这个历史的背景是这样 当年美国总统啊 提出四大自由的时候呢 我记得还没有跟日本撕破脸 那个时候 日本已经占领咱们中国的华北 日本已经差不多 不止华北 华中也占领了 应该是1941年的时候 那么 美国还没有跟日本撕破脸 但是贸易已经开始禁运了 经济制裁已经开始了 那个时候呢 美国在准备 跟日本撕破脸 撕破脸 具体撕破脸 我记得是 应该是1941年的冬天 12月的7号 好像是 发生了珍珠港事件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那个 夏天 我记得 罗斯福发表了 四大自由 这就是做 与舆论动员啊 因为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 他要说服美国人 支持他去参与这场世界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美国的基本的价值观 就说我们是孤懸于其他各国人民 他们打得最好 他们打死了 我们卖武器 卖粮食给他们 卖衣服给他们 我们赚钱吧 这是美国的基本的思想 那么罗斯福呢 有另外的想法 他觉得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 亚洲已经打起来了 欧洲也打起来了 美国该出手势就出手 那么就是想办法让美国人民 支持他 参与这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他其中提出了四大自由 其他三大自由我不讲啊 就单讲这个免于匮乏的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 这是说给谁听的 这是说给美国的黑人听的 这是说给美国的低端人口听的 这是说给美国的穷人听的 为什么呀 说真正美国打仗 得招兵啊 这个兵员从哪来 就是穷人嘛 穷人还是去当兵嘛 历来如此 所以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罗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 作为动员人民 在国内来讲 作为动员人民的一个口号 美国人民就很享受啊 说这个好啊 这个穷人可以有基本的尊严 有保障 起码可以养得身体很壮嘛 上战场他可以是个好士兵啊 所以黑人 黑人大量的参军 黑人到全世界去打仗 这是四十年代 上个十几四十年代的故事 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快一个小时 我的节目不想拖那么长 有问题赶快问啊 赶快问 好吧 那我们 这些 这些在我的 我说一句啊 在我的这个直播里面啊 有一些脑残粉 什么说我是特务 我发个试啊 发毒试 五毛特务死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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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林奇 你这个王霸蛋 你是特务 林奇 你是个王霸蛋 我告诉你 林奇 你是个王霸蛋 我看到你了 五毛特务死全家 郭文贵跟我 撕破脸之后 郭文贵的一些脑残粉 开始给我捣乱 我呀 鄙视你们 你们总 假如说你还有良知 你总有一天 你会认识到 你被郭文贵耍了 郭文贵是个大骗子 耍了你 你还给人家数钱呢 如果你有良知 你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 我今天说的是 是真实的 如果你是特务 我就更不搭理你了 你他妈死全家 你不会有好下场 好吧 今天是2017年12月10日 今天是世界人权日 李洪宽直播 到此结束 谢谢 再见